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已顺利圆满地拉下了帷幕 但我们怀着开放包容立他求真的心毫无减退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摩赫朱拉隆功大学的大经堂里面 下面邀请孙通三卡皮里长老上台至欢迎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我们做的工业 我们做的工业从1到4天到4天到1天到4天 就像刚刚来的工业 今天今天是一个工业 今天是一个工业的工业 和泰国人和泰国人和泰国人 各位法師,大德早上好,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桑朵寺,這裡也是朱拉隆宮大學的清邁分校,我要再次非常感謝索達及康部來到清邁,在這裡舉行第五屆世界青年佛教研討會,非常感謝。 謝謝。 我们泰国的很多出家众都不是非常了解 大乘佛教和赞传佛教 今天有这个非常好的机会 有请到索达吉康部 到我们桑朵寺的大殿大经堂 来为大家开示介绍大乘佛法 和赞传佛教本来面目 所达吉康部来自五名佛学院 他是五名佛学院的康部 然后他在世间各地都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他以前去过他在哈佛耶鲁斯坦福 歌廷跟清华北大等高校都做过非常好的演讲 然后三十多年以来身体力行的引导大众 实践佛学的修行方法 同时也利用一切现役空间 复义汉赞经典 从事慈善事业 五名佛学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佛学的地方 学院 然后里面有身众四万多人 在今天这个殊胜的日子里 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礼请索达吉康部仁波切 到这里为大家发言致辞 谢谢 好 再次感谢孙恩通商卡匹黎长老的欢迎池 下面我们邀请中国老勇五名佛学院大看部 索达吉看部仁波切 为大家做障传佛教本来的面目演讲 谢谢 首先想向本师释迦牟尼佛做公敬的定理 。。。 First I would like to, let's prostrate in front of our Buddha Shakyamuni. 同学一起有这样的心灵的一种分享 或者说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藏传佛教的本来面貌 我们这次第五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经过四天的时间当中 在朱拉隆公大学 昨天已经落下了帷幕 应该说是我们佛教界 是一个开放 包容 求证 利他的一个思想的七段 也是一个开端 这次我们开世界青年佛学会 已经第五次了 大城市在青迈这个地方开始有交流 有学习 有互相了解 这是我个人而言就非常开心 非常欢喜的一件大事 其实我们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堂和当中 不管是文化还是宗教都有不同的地方 也有相同的地方 我很喜欢 现在国际上经常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 求同存异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一些理想 利库得乐 利库得乐等等 但是我们生存的方式都有依靠各自的文化背景 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 依靠自己的宗教信仰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地球上我们都有不同的方式生存 但也有共同的目标 有智慧的人他会分析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见解 不同的修行 但是他也会把他们都归宿在相同的见解 相同的修行和相同的结果当中 我最近经常看到我们的泰国有大碰的标志 据说这是你们的国会 而且它是智慧 光明和力量的一种象征 在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把大碰看作是天龙八部当中的智慧神 也是力量神 它可以去除各种邪魔和一些恶毒 同样的 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把它看作一个智慧的象征 依靠它可以去除世间当中的毒龙等等 有许多的一些障碍 我们在修行当中 汉传佛教在佛堂里面经常看到 释迦牟尼佛本次的一尊佛像 其他的很多包括阿罗汉 包括菩萨这方面的像比较少 在汉传佛教不仅是释迦牟尼佛 还有三十佛 八十八佛 还有八大菩萨等等 还有一些四大天王 呼发声等等 在寺院里面看到更多的佛像 在藏传佛教当中呢 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很多十六阿罗汉 还有文武百败尊有很多的佛 菩萨 阿罗汉 还有许许多多的呼发声等等 其实没有学过藏传 汉传 南传佛教的人 可能觉得为什么佛教当中既然是一个宗派 那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差别 但实际上你如果真正动到了 这三大传承的教义的话呢 不单是不任何矛盾 而且这样的现象是非常有必要 我十年前翻译过一部释迦牟尼佛的光传 大概有三十多万字 在这部光传的后面 也就是说接近结尾的时候呢 有一句话说 释迦牟尼佛实际上是 所有的我们世间当中的诸佛菩萨的化现的根本 就像太阳它会放射出无量的光芒 但是这个多少的光芒实际上就是一个太阳的这种 它所发射出来的 因此我们南传佛教的就像只观太阳的本体 而其他宗派的也是有不同的光芒的这个层面来 理解的时候呢 实际上都没有任何 因此这部光传当中说 世间的所有的 愤怒相 激进相 胡法神 菩萨 阿罗汉 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为不同众生面前所显现的各种各样的幻化 我个人而言对这个道理非常有深刻的信心和坚定的这种定解 从修行人层面讲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佛的四种地质 比丘和比丘尼 犹婆舍和犹婆尼 还有可以包括在出家当中的撒米和撒米尼 在我们藏传佛教而言呢 有比丘 有撒米 还有撒米尼 还有犹婆舍和犹婆尼 但是因为离世和传统的原因呢 在藏地没有比丘尼的这种戒律和比丘尼 在南传佛教 尤其是泰国而言的话呢 有撒米 还有比丘 还有犹婆舍和犹婆尼 但是呢 只有八戒律 就是没有比丘尼和撒米尼 这也是离世和传统 还有佛教的本土的教义呢 有着相关的这种源源 在汉传佛教当中 有比丘和比丘尼 有撒米和撒米尼 还有犹婆舍和犹婆尼 这四种呢 应该是很齐全的 刚才长老也介绍了 我所在的佛学院 其实没有四万多出家人 这是接近一万人 那接近一万人当中呢 大概是六千左右的呢 是藏地的撒米尼 还有呢 汉地的有一部分比丘尼 尼中是比较多一点 然后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的话 就是比丘和撒米 也就是说藏族和汉族的 南传佛教的没有 就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 大概有三千多人呢 是南中出家人 现在有些人认为呢 应该像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要恢复比丘尼 也有很多高僧大德呢 有这个必要 但是历史的传承呢 已经形成之后 很多的一些老的修行人 和还有一些传统上的仪轨呢 就很难以改变 因此呢 到目前为止呢 藏地就一直没有比丘尼传承 但是呢 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呢 藏地的比丘尼戒需要恢复 其实南传佛教也存在这样的 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听说在大概98年的时候呢 斯里兰卡这边已经有南传佛教 接受传述比丘尼戒 最近我也听说在朱拉隆公大学的学校里面 也有部分的一些撒米尼 但是这些呢 应该也是历史 还有我们现在人类的 不同的这种思想和不同的文化 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呢 原有的一些传统 戒律 也有不同的一些生活方式 其实我认为呢 我们的佛教的教义 枯极灭道 还有我们的戒律 都不用任何的改革 但是弘扬佛法的方法 弘扬佛法的方式呢 也许可能随着不同的世代的改变和变异 也许我们藏传佛教也好 南传佛教也好 汉传佛教的话呢 可能会在将来不同的世代当中呢 也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从佛陀的毗拉尔经 还有阿汉经 还有相关的一些驴藏的教义的话 那么在佛陀的眷属当中呢 有四种弟子 这是南宗 女宗都有同样的一些出家 属居士 有这样的 所以我也以前想过 在藏地如果比丘尼界恢复的话呢 可能是在传统上的一些仪轨啊 观念啊 历史呢 有很大的转变 从未来的这种趋势来看呢 很有必要的 但是现在暂时来讲呢 这个突破呢 有一定的困难 其实我们应该 从佛教的教义上讲 有些地方呢 也需要东西方的文化 南传 藏传和汉传佛教的 很多的高僧大德们共同合作商量的话呢 有可能有许许多多需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在佛学院的时候 有很多藏族的 有些出家撒米尼 他们很想受比丘尼界 如果他们受比丘尼界 我也是管汉族的出家的比丘尼 所以有好几百个人 那么他们当中 直接给藏族出家的比丘尼界的话呢 按理来讲是也很简单 但是这个历史的这种县 就是很难超越 后来我跟他们讲 你们自愿的 如果想出比丘尼界呢 可以的 但是我们超越历史 用汉族的比丘尼 给你们传 给藏族撒米尼 传比丘尼界的话呢 这是历史的上面呢 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不敢违约 我是跟他们这样讲的 前七年我去美国的时候 哈佛大学有一个 专门研究 世界各个宗教的 一个大学的教授 叫吉尼加措 吉尼加措 他给我关于讲 这个逆宗的这个戒律方面呢 谈了好几个小时 后来他给我说 你一定要想办法 要比丘尼界在藏地恢复 我说你想得太简单 你是用佛教的 学术的眼光来看的 但是佛教的衣柜和传统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的意思呢 就是作为我们修行人 这个戒律呢 不能随意改变 传统呢 也不能随意 随意改变 但是 不同的地方呢 不一定有 有矛盾 有矛盾 不同的地方呢 也有很多的 它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我们很多不同的地方呢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 要心理准备 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 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不同地方的话 我们要有有能力 戒是不同点 这个是非常关键 有些不同点呢 我觉得很容易 比如说我们出家戒律呢 有一条 就是有这样的 这种不同吧 就南川佛教的 B9节呢 227条 所以这些的 我也以前对过一些 在这些细微的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根据佛陀的教育 在不同的文化 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当中呢 融入他们的文化的时候 高僧大德们 在弘扬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认为呢 不同的戒律啊 在《森文十八部》 释迦牟尼佛亲自授记 说是将来我的 就像一个国王 就做了一个梦 我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十八个人 就一块布都挣执 后来呢 每个人都得到一块 后来这个梦呢 就是佛陀就是说是 将来我的传承呢 也变成了十八部 但是每一个部呢 虽然有不同 他的形状和 每一个人的布品的形状 都不相同的 但实际上每一个人 都得到了一块布 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我的《森文十八部》呢 虽然里面有很多 不同的地方 但是这些都是 我的清净的教法 后来的大德们 蓝传 败传 汉传 藏传的大德们 就是说是 通过《森文十八部》的意义呢 讲现在我们三大体系为主的 这些教派当中 虽然有不同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呢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 纯正的 清净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 一条 两条纪律不同 就是这个是不合理 就是这样说的话 是一个库鲁挂文的现象 昨天我们发的那个佛像 你们随代了没有 你给我看一下 我这里说一下 这个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释迦牟尼佛像 就是实际上呢 藏传佛教的有些佛像呢 在稍微有些地方 有一些不同 但根本上呢 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可能你们知道这上面的一些 法译的华文呢 有一些操作 藏传佛教当中 佛的上面的丁结 稍微有一些不同 但实际上呢 都是一样的 我们藏传佛教 最庄严的佛像呢 就用这个作为佛像 我看我们的本色 佛陀呢是一样的话 他所传下来的教义 三藏都没有什么差别 你们朱拉隆宫大学的 很多出家人在逼迹 这个时候我很欢喜 我在佛学院的时候也好 在外面的大学讲课的时候呢 下面有这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一个求证的一种态度 不管是你记得多少 但是呢 大家都在忍忍地记着 我这是很开心的 简单讲一下 我们藏传佛教呢 实际上主要 有三个主要的道 第一个呢 出家人要属这个 清净的出家的戒律 也是刚才讲的 就戒条大的方面没有差别 在家人呢 主要属三怪无戒 那么这样的这种戒律的目的呢 从三界人会当中获得解脱 也就是说 要以一个处理性来 属清净的戒律 这是我们藏传佛教最强调的 第二个一点 就藏传佛教主要讲菩提心 所谓的菩提心呢 如果我们的解脱 这是仅仅是自己的一种 自我的解脱的话 实际上带有一种自私心 所以为了利益 所有的众生呢 是从三界人会当中 把众生全部获得解脱 而发这样的信 我相信这一点呢 我们经常讲 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 他的这个摄身为佛 包括就是他的大象啊 王妃啊 自己的这种妻子 而你全部布施给婆罗门等等 这样的故事呢 我看到在藏传佛教的寺院当中 也会看到的 所以以布施为主的六度 六波罗密度来利益 所有的一切众生 这叫做菩提心 也是我们修行当中的第二个关键的意义 第三个关键的问题呢 叫我而慧 也就是无我的智慧 那么无我的智慧呢 我们通过参修 一切万法呢 就变成为空性 也就是说 一个非常临近 清净 无有任何执着 完全放下任何事物的这样的状态当中 这叫做是人我 也就是说 连我的乌云都不存在的 然后一次智慧进行推理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万法 包括外面的一切事物和内在的一切 连自己的心事 也是最后变成了 远离一切变的 这样的境界呢 叫做是法无我 所以我们藏传佛教 一般都强调 最重的禅定的空性 这种空性呢 远离一切执着的 最究竟的这种 波罗密多 也就是说 智慧到彼岸的这么一个境界 总而言之 我们藏地有很著名的一个 论典叫 寂天菩萨所造的智慧品 如性论的智慧品 在智慧品的最盛的 法无我将的时候呢 就降到四年初 四年初呢 也就是说 观神不敬 观数呢 就是痛苦 那么观法 就是说 我 无常 观心我 就是这个道理 讲得最深的 我相信 南传佛教 也是 最后到达这样的境界 在这个时候 究竟的意义 没有矛盾 不但不矛盾 还是可以建立 或者成立 融为一体 我在这里 说一下 今天可能也有很多 这次参加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的一些年轻人 你们也非常荣情 见到这么多的出家人 我作为一个出家的身份来讲 见到这么多出家人 也是你们的一个福报 也许可能你们 他的意义呢 现在不一定特别明白 但是给我们心灵 种下的 善根 功德呢 的确也是 难以想象的 因此 到了南传佛教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看见 像黄色的海洋一样 特别多的出家人 然后到了藏传佛教的时候呢 也经常看到 像红色的海洋一样 就是也看到 就是许多出家人 因此 虽然我们的 这个地理和传承不同呢 颜色上也许有什么不同的差别 但是我们内心 心灵所了悟的 佛陀的智慧方面呢 没有差别 因为他们所观的也是四年初 我们所观的也是四年初 他们受的戒律呢 也是佛陀的戒律 我们受的戒律呢 也是佛陀的戒律 所以希望你们在家人 这次很多年轻人参加之后呢 以后对南传佛教的三宝呢 要更加起信仰 起信心 对这些师父们呢 也应该更加的恭敬的 这个受加持 其实你们在座的 南传佛教的很多年轻人 将来要应该如何包容 我们各宗教和各佛教的宗派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佛教的未来呢 就是主要是靠你们的 像我之类的很多的年龄比较高的人呢 可能再过几十年以后就不在世间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 现在这个心事是比较严峻的时代当中 一定要付出奴隶 像我们藏传佛教呢 也是一方面是为了所有的佛法 我们不是仅仅是为了藏传佛教 让所有的佛法能成就于这个事件当中 也在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台湾的今天这两位堪布 他们是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 那么他们召集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 而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教派 比如说各路派 撒迦派 盖旧派 绝壤派等等 有不同的一些大概是四大五派 那么这些的高僧大德呢 在台湾就是他们经常就是开一些 礼拜运动 也就是说是大家共同的 不同教派的就是一种合作的会议 那么我希望南传佛教的高僧大德们呢 也应该将来有主动的就是跟我们佛教的各种不同的教派 也要就是进行对谈 进行我们就是上讨 同样的 今天在座的很多在家人 你们也是对佛教和对众生是有一定的责任 你们也对这个关于在这方面呢 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应该在各方面录列 我们只要团结的话呢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没落的文化和没落的宗教呢 也有恢复的机会 如果我们各自期间呢 很有可能再过几十年 再过几百年的时候 我们的佛教呢 也会面临着一个非常衰落的危机 如果我们大家都团结 共同录立的话呢 我们的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 他进得起智慧的观察 经得起科学的研证 科学再发达的我们的佛教呢 有机会 就是越来越兴盛 最后一句 我的师父叫金明彭作法王 他实现圆寂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一句话 这句话呢 我们所有的个人也好 道成也好都很忠实 说的是摩射祭道 无扰他心 摩射祭道的意思呢 无论是自己的传承 自己的戒律 自己的修行呢 不要放弃自己的最珍贵的道 无扰他心的意思呢 不能损害所有的众生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尽心尽力地帮助 尽心尽力地 让所有的众生 获得尼库得罗 而分发努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一种右向的产品 要关释迦牟尼库的火教当中呢 最根本的是人是我们的心得本来没有 最后这种觉得很空的这种念头怎么想 如果这些患者他们想要进行禅修的话 应该是怎样 好 我们再次感谢索达集刊部持杯的开始 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残修带来的临近 但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有很多疑问 接下来的三十分钟的时间里 我们可以与索达集刊部进行有关羞耻残修方面的问答物动 好 我们的互动环节开始 定理上师 我叫钟荣 然后我的职业是建伟操老师 然后单位是江西中药大学科技学院 然后在这里我想问上师三个问题 可以问三个问题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们盘那个加副作的时候 我一直很疑问 到底有时候我很纠结 到底是单盘还是双盘 还是散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观想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我脑海里我到底是观想这尊佛像 还是观想我自己喜欢的某个图画的一个佛像 第三个问题就是 就是禅修的时候 就是安住在自己心性当中的时候 就有时候就很纠结 就感觉在打架一样的 就是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 但是我又觉得又是很纠结 到底在干嘛 就是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心里不倾静 好 谢谢 请壮事开示 谢谢 如果能双盘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刚开始双盘作物的话 没有一定的训练之前非常痛 有些人可能根据生理的原因也很难判下来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也可以单盘作 也可以说搬家佛做也可以 第二个你最好是观想一个释迦牟尼佛标准身相 非常庄严的身相 自己因为想什么不一定有时候是很好的 所以最好是选择一个非常庄严 自己喜爱的佛像 那么第三个 我们刚开始初学者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像大家一样的 分别念跟静静的心有斗争 刚开始会有这样的 但慢慢慢慢习惯了 任何事情都会最后有一种喘息 所以你刚开始每个人都有困难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 每个人的修行当中一定会是有束缺 到最后一定会得到清静和纠静 好 互动完结继续 邀请最后面的那位朋友 请您站起来 鼎鼎上十三宝 墨学来自深圳大学 叫张盈盈 我刚才在进行禅修的时候 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体不调柔 即使是闪盘的时候 然后坐在这个地板上面 就会觉得那个脚很疼 然后所以在观想的时候 那个注意力虽然一开始是在观想那个 佛像或者是自己的心 但是最后面那个注意力 都会到那个疼痛的地方 有时候还会想到肚子痛啊 然后脚痛 怎么样去就是用一些办法 将自己的那个意识 将这些疼痛转成一些 有利于自己修 修禅修的时候的一些办法呢 谢谢康博 你的问题刚才我们还没有禅修的时候 我都已经发现了 所以我说你们待会儿坐餐的时候呢 一定要坚定的信心 安忍着 因为你们很多人都可能在这样的地板上 没有坐过 没有修行过 这样的话 即使时间很短 但是呢也可能会有疼痛的 我为什么刚才说是很多高僧大德 在山洞里面 一辈子坐在这个石头上 所以这次我们没有特意准备 就是让你们看看 这个残修的功夫是什么样的 所以你如果不断努力的话 下一次你坐在地板上 不会有任何的疼痛 还要努力 康博 我来自澳门大学 我的名字叫周西元 欢迎大家来澳门找我玩 我请你们吃普世蛋塔 然后看部我的问题是 就是刚才我在打坐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从腰部有一股力量 很自然地往上面升 然后我的身体就会很自然地去抖动 请问这是 这是什么原因呢 然后以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们藏地的古代的大德 他们的有一些教言当中 有夏天的草地上 什么草什么化都会成长的 修行人的境界当中 什么现象都会出现 但如果你没有去执着它 你要非常坚定地 以欢喜心和 以真诚心和恭敬心来 坚持入顶 坚持作禅 这样的话呢 所有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 包括你的分别念 各种好的不好的 影响都会出现的 所以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观过信 以观信的时候 什么问题都出现 但是时间长了 什么问题都不会参生 尊敬的看部您好 我叫陈思义 来自马来西亚精英大学 就是那个 我想问的问题是 一些曾经患过精神病患的患者 他们在进行禅秀的时候 很可能引发心灵底层的 这个精神疾病的复发 然后那个 如果这些患者 他们想要进行禅秀的话 应该是怎样的方式 然后怎样来做 才能避免这种病患的复发 感恩您 从光与上讲 我们每一个人 还没有证悟之前 都是带有精神病的人 因为我们不干净地 把它当做干净的 无常地把它当做常有的 无我的当做是有我的 不空的当做 空性的当做是不空的 所以我们精神应该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们所有的一些精神病的话 根据病情 让他们应该有一些挑衅的方法 如果他在挑衅和潺潺的过程当中 自己的病情更加严重的 发现这种趋势的时候 就最好让他不要去修信 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些人 本来是就比较深深道道的 然后让他就观修的时候呢 也是有点疯疯癫癫癫的 这种人呢 我建议就是念一些咒语 就是不要去禅修 鼎礼上师三宝 弟子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在讲到无相禅修的时候 弟子呢也想能够契入这个禅修 在这个禅修的时候 脑子里总是有一个声音 一直在重复那些中观的见解 比如说如梦如幻 心性本来离四边 然后这些语言在心里头 就一直像在做推导题一样 然后刚才上师也开始 听见一切声音 应对你无利无害 然后弟子也把这个话 也在心里一直在这里 反反复复地呈现 弟子是没有进入 无相禅定的那个状态 这是一种初学者正确的 还是误入歧途呢 恳请上师开始 其实修行是应该是非常有困难的 每个人可能道理上讲的话呢 什么样的道理都可以 你用简单的语言讲出来都容易 但是修行的话呢 非常简单的 我们修行当中很简单的一个 人生难得 宿命无常 但是这些呢 也是真正在通过修行而获得体会 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理论呢 很有可能到最后 到死的时候 到真正用的时候呢 都不一定用得上 昨天有些人说是临时佛教徒 我觉得这种说法对的 我们每次都是遇到违缘的时候 求佛保佑 生病的时候就是求佛保佑 但实际上生活当中呢 没有用上 这是我们的一个普遍的一种现象 因此你用你自己的心灵的语言来告诉自己的心灵 外面的声音不是车的声音 它远离一切细乱 它是空性的 它是光明的 但是呢 不断地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这也是我们可能无始以来没有修行 现在如果每天都是 至少也是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修的话 的确也是原来特别像猴子一般的这种心 最后变成逐渐逐渐像大象一般 最后融入真正的像雪山的狮子一样 就可以为眼中眼的 就是不会随外景而转的 所以这是需要一个很坚定的信念 然后呢实际去秀 就修行很重要 没有修行的话 外表再怎么样庄严也是没有用的 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吴钊南 然后我在观修的时候 喜欢把我自己的脑袋关成一张白纸 然后佛像在中间 每当出现一个杂念的时候 就把杂念扔到一边去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只剩下佛像了 但是问题是在最后的时候 光只剩下佛像的时候 我就会感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 会觉得怎么这么空啊 那请问上师最后这种 觉得很空的这种念头怎么消失呢 感恩上师 其实我们观修佛像 也尽量的有前辈的大德们的一些教言 今天我所讲的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观修方法是 非常著名的全知 是梅胖仁波切的一轨而降的 我们就 哪怕是观修当中的念一个避语也好 败之也好 这些都是最好是有一些大德的依据 不能自己想什么 以前有一个人听说 他要观想的时候呢 就是佛像在前面 然后这个亡娘呢 就各种各样的分别亡娘呢 亡娘呢就观想成老鼠 然后呢老鼠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他用把正知正念 就是当作用一种其他的东西来把它们就念走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能比喻上不一定很适合的 所以我们按照真正的一些 这个大德的这种开设和传承上师们的教言去修行 不管怎么样 你刚才听到的这些亡娘呢 就是可以就制止他 就尽量观想佛陀 这是更重要 好 再次感谢参与互动环节的所有朋友 以及谢谢索达吉堪部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亲爱的堪布 下面有请泰方学校嘉宾 给索达吉堪部 亲自赠送南传佛教的僧带和学校校徽 现在让我们欢迎欢迎来的嘉宾 从Mahashua Alomu University 我们的嘉宾传佛教的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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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上台 and welcome our masters on the stag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有一种右向的产品 要灌释迦牟尼湖的火教当中呢 最根本的是人是我们的性的本来面 最后这种觉得很空的这种念头怎么想 如果这些患者他们想要进行禅秀的话 应该是怎样 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Dear everyone, good morning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了 摩赫朱拉隆宫大学清迈校区的大金堂 一走进金堂 我就看到很多的参愧朋友 都自然而然的双手合十 仿佛都在为世界和平 幸福安康 祈愿着 虔诚的内心 由内而发 好 下面我们有请我们泰国的尊敬长老 为大家致欢迎池 欢迎池 I will take my time to give us an opening speech Thank you adapting HIS Report 此 Member是 你应 Roberto 优优独播剑 讲座 成员 還是 gere richt了 成员 與 关权 Dimpoche 本名 和 你好 analytical bah 观察 Guin 主 Mexico B 達 Praku Prasad Tamasit 长老 是我们瓦桑老师的副主持 也是我们摩护朱拉隆功佛教大学 清迈教区的教授 给我们这时欢迎时 恭喜 欢迎订阅您的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ในนามของวัด ในนามของมหาวิทธิลัย มหาจุลา หลงกร ราชวิทธิลัย วิเขตเชียงใหม่ ที่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ถวายการตอนรับ พระส่งผู้ใหญ่ 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ที่เบท ตลอดถึง ยูวพุทธิกาสมาคม หรือว่ายูวพุทธ คนหนุ่มที่สนใจ ไฟรู้พระ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ทุกท่าน iam원ลังนี้ cara 제품 ที่สนัสิวนาชเป็นาความค lung Lunch 1riveandalเสไฟฮอร์ทุกายian ลังที่ LOส咭ด้วยด้วย haftจีด 나왔ว Franken 10ชバ pagar ังรถเดิน Hyd давайหรว싱 abund Colemanranchอังเทฝ bond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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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Mohozula Longgong佛教大学 清迈新校区的办学的地方。 So, this temple, historically, it gives all the monastic people provide education, but nowadays it also provide education for monastic people also. 所以, 这一方面给出家法师也有提供给这个学术给在教室 一起来到这边来学习 所以这 temple has the Bali tradition and it can provide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the Buddhism both for the monastic people and for the lay practitioner 大家到这里来 长修学习佛法也是我们的祖宗的长老大德首盖 这个寺庙的目的就是全程把这个佛教永远流传 so the purpose for all the masters to have this temple is to do meditation and keep the traditions of the Buddhism 我是代表摩朱拉荣工佛教大学 以及瓦桑老师的寺庙来乐乐欢迎 大家到这里来学习佛法 长修 听苏大吉看部的开示 再次非常欢迎 谢谢大家 好 再次感谢我们尊敬的长老 谢谢 同时在第五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的会议期间 我总会不经意地听到大家在交流着 有关修持瑜伽的分享 但其实瑜伽分为生语意三种 除了生瑜伽的各种不同的生知 还有语瑜伽就是持诵佛号 语瑜伽就是地关心的本性 要能通过这整套瑜伽来进化生命 不但会让身心愉悦 承办事情的效率也会非常高 然而瑜伽与我们平时所说的禅修是否一样呢 我们又怎样能够做到在繁闸匆忙的生活中 去享受宁静的喜悦 下面我们请出索达级看部为大家做开事 现在我们请出索达红工大学的所有的教授们 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我们世界青年复学研讨会提供这样非常舒适安静 具有加持力的场所和还有所有的条件 今天我们中共在这里有一个半小时 前面一个小时 我们一边跟大家讲一些禅修的方法 一边大家共同禅修 今天我讲的禅修的内容也具有藏传佛教的一些观想方法 也有汉传佛教的一些修行 也有南传佛教的一些修行的意义 所以在三种不同的宗教 佛教的不同的观修方法 在同一个道场当中 在同一个时间当中 在同一个观想的方法来 我们一起完成 今天在禅修的时候 可能坐在后面的没有地毯的人 也许觉得有点不舍 或者说有点痛苦 但是你们要想到 曾经很多的人住在山洞里 一辈子住在山洞里面 所以我想我们坐一两个小时 应该是可以的 希望大家坚持 今天讲座之前 也有很多人昨天给我们提出 说是很想皈依佛教 今天有些皈依完了的 不皈依也可以 或者说是重新再次皈依也没有矛盾 没有皈依的 不想皈依的 你也不用皈依 因为我们佛教的要求 不会强迫让你必须皈依的 如果你皈依了其他宗教的话 你也不用改变你的宗教 你不皈依也可以 但是有一部分人以前没有皈依 今天开始重新皈依散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之前 简单地给大家做一个皈依的仪式 皈依的方法 皈依佛 皈依法 还有皈依身 还有皈依上师 这一点 我们汉传佛教 也就是说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应该是相同的 我昨天特意请教 朱拉隆公大学的佛校长 然后他也说 南川佛教也是皈依三宝 然后我又问 有没有皈依上师的 他回答说 也有皈依四佛的 所以我想皈依三宝 皈依三宝也好 皈依上师也好 这样的道理是 我们三个佛教都没有什么差别 皈依的方法上 如果我们有一部分皈依的人 他想为了即生当中获得名声 钱财 健康等等而皈依的 还有一部分人想获得了 从轮回当中自己获得解脱 这样的一个目标而皈依的 还有一种皈依是为了天下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而皈依 我们认为为了一切众生而皈依是最高尚的皈依 下面我用藏语来念 实际上这个内容就是 南无佛达 南无达玛 南无圣嘎 还有前面有个南无古入 也就是说 皈依师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圣的意思 然后你们自己是哪一种心态 就观想今天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还有南川佛教和北川佛教的很多出家人 还有很多释迦牟尼佛和后来的大德们 所讲到的这些法 那么佛法圣作为自己皈依的对境 今天这么殊胜的因缘当中 我念三遍的时候 你们跟着我三遍 我念最后一遍的时候 我会派一个数字 这个时候你们已经获得了皈依界 retireme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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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了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像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像 也是南传佛教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非常相同的这么一尊佛像 这里面的庄葬 还有开广 还有加持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 严格地进行过的 因此你们这次来到这里 有这么一尊佛像 应该众生当中是最珍贵的 希望你们很好的去保存 还有有一颗念珠 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种经验品 我特意做了一晚上的加持 前天晚上我放在 我念了很多的咒语 这是我个人的加持品 也是给你们的一个纪念品 以前我的上师在二十年前都是给了一颗念珠 我现在一直呆在身上 也是对上师的一种意念 所以你们有些觉得 这颗念珠有必要的时候 你自己可以保存 没有必要的时候 可以到时候 扔在青迈的河里面也可以 草地里也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兰宝石 谁也看不到 你如果没有信仰 就铃铛罢了 如果有信仰的话 我想为了这一尊佛想 从美国亲自飞到这里 这个飞机票不应该很浪费 应该很有意义的 昨天有些工作人员可能还没有发到 不管怎么样 这次如果没有发到的话 不久的一两个月之内一定会是 我们学院当中再更加做加持 就是补给你们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餐顶的环节 今天的禅修首先第一个 我们有一种有相的禅顶 要观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还有一个无相的禅顶 无相的禅顶安住在自己的心心当中 有这么两种方法 一般我们禅修的时候 首先是在自己的身体要做坐式上 应该双手等应 双手等应 双脚搬家伏坐可以 就家伏坐 身体要端直 不能动来动去 很端直的 那么这是餐顶的基本要素 但在这个之前 我们禅修的时候 就像我们要用一个用碗和用其他用具的时候 先要洗干净 里面倒水 所以我们先要拍坐器 拍坐器的话 我下面讲简单的拍器的方法 拍勾器的方法 拍器的时候 一般是先从右手 叫金刚犬 然后用一个手指 压着右边的鼻孔 然后从左边的鼻孔里面 出三次勾起 这个时候观想自己相续当中的贪心 都变成一个红色的气体来出去 这样就拍三次坐器 然后等会我们一起修 先我讲一下 然后用坐树压着坐壁 从右边的鼻孔当中出三次勾起 这个时候观想以嗔恨心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方式来往外出 然后两树可以放在自己的腿上 用两鼻孔当中出现黑气 五世以来从痴心所造的一切罪障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拍出 如果我们贪嗔痴的这些不好的妄想 全部用黑色 白色 红色 三种颜色的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拍的话 就像一个玩戏的干干净净 里面倒任何食品就没有污染一样 所以修餐之前有这样的排气是很好的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用右手压着右鼻孔从左边拍三次弹性的气体 好 接下来用左手压着左边的鼻孔 然后从右边拍三次弹性的气体 接下来之后从双鼻孔当中出三次弹性的气体 这个分别忘年 所以 rest your hand on the knees so exhale through two holes of the nose and visualize at this place the karma black color air Karma because of the ignorance three times 好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灼气的自己的身心清净的一种方法 现在我们心里没有贪心 嗔心 痴心 痴心 身体没有这些勾染 应该比以前清净多了 接下来之后我们要开始进行禅修 禅修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禅修是比较特殊 我们先或者是刚才自己拿来的这些佛像 你们自己放在前面看看也可以 或者是我们看佛典里面前面非常庄严的 释迦牟尼佛的相 你们眼睛一直定着他 心已经专注于这个佛像 实际上这样的心专注佛像是非常有加持的 这种禅修方法应该是我们佛教的比较特殊的禅修 其他的有些心不像任何东西 这样的禅修如今各个宗教和在各个大学里面都有 但是我想今天是我们的佛学研讨会的忏悔者 因此在这么好的佛堂里面 我们观这个佛像是非常有功德和有利益的 佛教的《华严经》里面讲过 任何一个人如果看到佛像 听到佛语 心里想着佛像 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也就是说他能遣除我们无始以来的罪障 能获得殊胜的利益和加持 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的时候 为了众生布施过无数次的土木老水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感恩自情的话 为了对众生宣说真理 开启智慧 他的一切因地的这些经历 我们所有的人应该有非常感恩的心来 思维他的功德 接下来你们如果能有观想能力的话 闭着眼睛在自己的前面观想释迦牟尼佛 如果你前面观想不起来 那么你可以看着前面的非常相好庄严的 精光散散的佛陀的身相 其实你无论在经堂里面或者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观想佛陀的话 佛陀会在他的面前 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三摩帝王经》 《三摩帝王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呢 我用藏语来引用 意思就是说《三摩帝王经》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如果自己去观想佛陀的话 佛陀就在他的前面 很常对他进行加持 并且一切罪障当中获得解脱 这就是佛陀的金刚语 你有信心的话 一定会是现前在你的面前 因为佛陀的智慧身体 不会有缘和境 无论在任何时候 只要你一观想 就像是一颗水器放在地上的话 那天空当中有月轮的话 月因自然而然 马上会现前 所以这样的缘起力 非常的特殊 接下来我们一起观想释迦牟尼佛 这叫做《游相的禅定》 如果你实在不能观的话 你可以看着释迦牟尼佛像 总而言之 在这个期间 心不要散乱 一旦你心稍微散乱的时候 想办法尽快把心收回来 又关注在佛像上 大家一起来观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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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观想释迦牟尼佛有相的身相 接下来我们会观想 所有的刚才在心里面所观想的 释迦牟尼佛的非常具有相好的 庄严的 精舍的身相 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智慧而显现的 在进一步观想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 实际上心也不是有 也不是无 也不是有无二者 远离一切变 远离一切戏论 这就是认识信心 佛教当中最根本的是 认识我们的心的本来面目 善心就是显现清净的刹土 佛像等等 恶心显现地狱等一些不好的现象 但最终也是认识自己的心 在自己的心心 用心观察心 心远离一切的戏论 不可思议 但也并不是没有的东西 空空洞洞的 它有光明的 光明和空性是无而无别的 这就是依靠窍诀来认识 所以接下来之后 大家也进一步地安住 在自己的心心当中 用心来认识心 这就是一种修行 如果你稍微在这方面 有一些境界的话 无论是我们现在听到外面车的声音 或者是非常嘈杂的声音 对你来讲是无利无害的 而且所有修行的根源 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心 那认识自己的心 所有的佛教都认为它叫做开悟 这样的开悟能断除轮回的根本 修行非常重要 我再次很深重地跟大家提示 你们在即生的短暂的人生当中 一定要修行 没有修行 理论上讲得再好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希望安住在自己的心 也许我们用心 观察自己心的时候 也会认识自己的心 到底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归根基地 它就是光明和空性 无而无别的 如果你们自己有以前认识自己的心 本性的这些人 可以安住在你的境界当中 如果你以前什么都不认识的话 你什么都不想 就像现在世界上很多人为的禅修 什么都不想的话 也比较舒服的 但千万不要睡着了 不然待会我们做完了以后 你还在禅修 好 接下来一起禅修 好 接下来一起 节目 6922六五二三 四五五五五六四五五十二 好 接下来一起禅修 好 接下来一起禅修 好 接下来一起禅修 感谢观看 刚才这个是有相的观修方法 还有一个无相的观修方法 这叫做如定 三摩定的一种观修方法 接下来有个很简单的 触定的观修方法 触定的观修方法 在我们触定的时候前面观想释迦牟尼佛 在释迦牟尼佛面前 我们经常佛经里面讲的七支供 顶礼 皈依 供养 忏悔 清传法论 佛陀的显现永不涅槃 这样的一种七支供 其实这样的七支供 也供得非常大 我们前面入定的观修方法 叫智慧资粮 触定的观修方法 叫福德资粮 我们要成佛 成就的话 必须要积累两种资粮 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 所以我们后面的观修方法 大家不用刚才那么心入定 然后很真诚地 恭敬的心 念释迦牟尼佛和信咒 这个我给大家教一个咒语 这个咒语实际上是 佛陀也是依靠这个咒语 佛经里面有记载 依靠这个佛陀 佛咒语而成道 观音菩萨也是依靠这个咒语而成道的 我们这样的七支供 观想佛陀而修行功德非常大 以前有一个佛经 叫做《观佛三脉海经》 这里面讲 往昔有一个叫做《如来》 这个《如来》的教法当中 有四个比丘犯了很多的罪 后来自己特别特别地后悔 觉得出家人也是犯了这么大的罪 然后正在非常伤心的时候 空中传出声音 有一个叫做《空王如来》 空王如来的教法还没有 虽然佛已经涅槃了 但是你们如果观想空王如来的话 那么可以有清净的机会 后来这四位比丘就开始观想佛陀 在他的佛像面前进行祈祷 进行念佛 进行忏悔 后来灭除了无量劫的罪 并且从此之后能经常见到佛陀 经常见到佛陀 而且这四位比丘后来分别成就 东方的阿淑佛和南方的宝圣佛 西方的无量光佛 还有北方的微妙圣佛 这四大佛 东南西北的 所以我们通过佛的观想来进行忏悔 进行供养 进行顶礼 这是非常殊胜的 下面我给大家教佛陀的 释迦牟尼佛的心主 你们就跟着我念一遍 好 下面大家一起念诵一百遍 我们一起来 ジhu花是 二十多余地 distribution 大佛 这一遍 大佛 三十多余地 combination 大佛 三十多余地讲 大佛 心无伤耻地的明顺 大佛 第三 条佛 produces 大佛 三十多余地 Looking is my holy 大佛 四十多余地 二十多余地讲 大佛 七十八余地 大佛 三十多余地chu 大佛 三十多余地ions 大佛 三十多余地愚地下 大佛 三十 리arem 在大人物的摩擦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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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们讲 逼顶四王 思期不定 思远众多 四王呢 现在是需要 那么 善讽的这种 在和大众融合的过程中 这种稀释的现象 以及如何把握其中的度 谢谢 谢谢看部精彩的演讲 我们掌声不够热烈 掌声不够热烈 就没有互动问答 好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 最最期待的互动问答环节 应该有很多问题 好 那个 这位帅哥 真的挺帅的 好 把麦克风给他 顶礼上师 索达基看部任波切 是这样 就是在第一天晚上 咱们这个对话环节中呢 我当时听聂敏教授说 很多人在这个 得了重病或者说 年老之后呢 会告诉家人说 在我病的时候 或者说去医院的时候 不要采取抢救 或者说任何手段 我在想这属不属于一种自杀的手段 因为我曾经听过我的朋友说 说我老了以后一定特别潇洒 在死之前要自杀 但是说咱们佛教中说了 就是自杀是一种非常重的罪 因为自行者不得杀罪 但是我又听佛学中也说 说我们要随顺众生 那么他们这种行为 我们该怎么看待呢 请上师开始 其实每个人都有 他对临终的 包括他的一些抢救啊 包括他临终关怀的方法上面呢 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这应该不算什么自杀 因为他所选择的这种路 实际上都是多氏多氧的 但是我们所谓的自杀 它没有其他的余地 然后通过一种暴力的方法 来斩断自己的生命 才叫做自杀 因此佛教里面对这样的看法 不叫真实的自杀 因为所谓的杀 它有意乐上面的差别 还有行为上面的差别 最后要通过他的一种 断除对方的生命 还要无物地认识对方 有很多四种分支的条件等等 通过四种分支的条件来看 应该就是不具足这样的多罪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行为 都可以值得观察 好 谢谢 好 下一位 那位也是帅哥 站起来 谢谢 感恩萨师 我是来自汕头大学的叶泽泉 然后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昨天在参观双龙寺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边有个横幅 就是欢迎少林寺方丈施永信 来次交流 我当时就挺感慨的 就想起他现在可能还在中国 就接受司法调查 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掺地的佛教 就有一个现在一个趋势 就是说越来越来越参加 变得商业化 像少林寺的话 他可能还有一些像武术表演 然后影视拍摄 这些赚钱的一些手段 那我在想 就是上师您认为 就是佛教这种商业化 这种行为本身 是对佛教是一种帮助的作用 还是说会让佛教 在迷失自我 谢谢上师 关于你刚才问的法题 最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 刚开始说他要来这边来表演 然后后来说因为来不成 所以到泰国来的团队当中 相关他的有些包括一些表语 名称 电脑上的一些资料也重新更改 也有些新闻当中也说是他后面可能会来 但这些我只是一个公开的新闻当中 有不同的新闻在说 在腾讯上 因此具体怎么样呢 背后的很多事情我也看不准 看不清楚 但是对于上业化 对寺院的上业化模式 实际上的确是不太好 不过有些在汉传佛教当中的 有些已经开放了的寺院 现在收回来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已经成了旅游的经典 不仅仅是汉传佛教 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有个别的寺院 旅游的人比较多 我昨天去双龙寺的时候 我觉得泰国也是比较困难 因为那么多人要接待的话 我昨天撞龙寺的和尚很慈悲 很想问一问 看有这么多国际上的 国外的人 各种名孔的人 就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我们去的大坝那么多 就这样的话 我现在最担心的 我的佛学院 我昨天跟路边也说了 我说很有可能 以后我们佛学院也变成这样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出于上业 但是人需要精神的寄托的时候 他需要去寂静的地方 但寂静的地方 往往都是高僧大德门瞄准寺院 你看这里寺院的环境也是优美的 人心也是到了那里以后很清净的 然后也有很多神秘的壁画 还有一些非常神奇的老和尚在里面 这个时候人们都觉得 是有一种意外的世界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佛教怎么样面对呢 一方面佛教不赚钱为主 但是佛教很有必要 结上这样的善缘 这是有理有必的 一方面如果佛教真正能应用这样的机缘 每次都是给他们讲经说法 很好的 那天猪罗龙公大学的傅小正 他说我今天已经去了五次给别人讲课 然后现在马上要去 已经很晚了 我们去的时候都很晚了 马上要去给信众开示 其实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 所以我们对金钱 不管是出家人也好 很多佛教寺院来讲 这是不在乎 无所谓 他有也可以 无也可以 但对关键的 让这些人的心灵得到利益 可能透过各种方式来进入寺院 也是值得 尤其是我们寺院如果真的能 今生上面给他们有个讲经说法 今生上给他们获得一种宁静和快乐 即使很多出家人再累也不要紧 外面有多少个诽谤和非议的话 也无所谓 有这么多人对见到了佛像 见到了菩萨的像 这也是从佛教层面来讲 对他忠孝非常甚深的善根 所以可能用世间的阳光来也可以看 但是我用大乘佛教的阳光来看 可能寺院里面人越多越好 为什么 至少也是他们会扫个像 至少也是他们会看个菩萨的话 那一生当中就是非常难得的这种觊觎 见闻觉知 皆种下善根 非常有意义 谢谢 谢谢上师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 好 圣灵站起来 谢谢 鼎礼大恩上师 我想请问一下 从藏传和南传和汉传 三个角度来请教上师一个共同的问题 藏传这边来说 比如说我们知道曼陀罗 那现在在世界上有一种方法 比如说手绘曼陀罗 用来治疗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 但是呢 由于在世界上推广 它可能会有一些去宗教化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这个曼陀罗里边不再有坛城 不再有佛像 还有各种佛教元素 而是以一些几何的图案来代替 那这是藏传的一个 那还有南传呢 比如说我们也知道 南传的很多内观的禅修 现在在汉地其实也是非常的风行 但是呢 往往被用于一些白灵解压等等 那有的人就提出 这个到底是帮助我们去向解脱 还是一种轮回之苦的麻醉剂 这是南传的这方面 而汉地的这种比如说传统文化推广上 我们也知道最近这几年 国家也在大力推广传统文化 但是有一些机构呢 可能过于注重一些外延的部分 比如说茶道呀 情义呀 那有的机构它就是明确地提出来 我们是以六义入道 而非以经论入道 那所以从这三方面的现象 我想综合向上师提问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认识这种佛法 或者说善法的这种 在和大众融合的过程中 这种稀释的现象 以及如何把握其中的度 谢谢上师 任何事情都需要智慧 还有三桥方便 智慧和三桥方便很重要 如果有的话呢 汉传佛教当中也有相当于是曼陀罗的标志 我昨天看南传佛教的寺院里面也非常像 藏传佛教的曼陀罗都有不同的方式 从寺院里面都能看得到的 那么禅修 藏传 汉传 南传都能看得到 推广传统文化的话也是 我们知道是南传 汉传 藏传当中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有一种很三桥方便 很像人与人之间如果有一种很技巧的方式来做 都不相伪的 如果没有这个技巧 即使汉传佛教或者藏传佛教内部也是非常有矛盾和冲突 好 谢谢 谢谢上官 继续 好 这位 上师好 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提到现在佛教在汉地或者是世界上面的传播 那其中好的方面很多 也有一些乱象的产生 比如说关于藏传佛教传播的话 它牵涉到一个密法传承的问题 那密法传承一般要有巨隔的金刚上师传承 但是就是经常有新闻报道上会出现一些假活佛 或者说甚至是变成国家被判为邪教的 像之前的那个什么华藏宗 对吗 我就想问一下您对这个看法怎么看 或者对广大信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谢谢 我觉得任何一个宗教或者任何一个思想 在世界上大兴传播 大兴兴盛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报答 这是一种规律 我们不以为因为这个原因 尤其是对藏传佛教而言 藏传佛教真正的本来面目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可能会传教者当中也有利用者 还有信守佛教或者藏传佛教的人当中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 不合理的 不如理的现象 但是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的 所以你至于刚才说的其他的一些宗教 那么我们认为它不是真正的藏传佛教 以藏传佛教的名义来弘扬自己的思想 或者弘扬自己的一些学派这是铃铛别论 不应该对藏传佛教任何的有害 所以我想任何一个思想在任何一个民族当中 由刚开始就像当时大乘佛教在汉地弘扬的时候 两无地之类的很多人都是无法接受的 到后来人们慢慢慢慢能接受 而密法在藏地刚开始传播的时候 也是受到了很多的非议 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当然个别的有些新闻报道的话 它是夸大其次的 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天之价义的成分 那么这些也是一个自然现象 我们不去在意它 好 谢谢 咱们继续 请这边 我们的教授 就是刚才您讲 法现中英的时候 说是应该如此入母怀般的 就是那个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 还有就是西藏度王经现在我们看到的中文本是英文本转译过来的 要是能够把藏文本翻译成中文本就好 OK 刚才这个比喻可能没有时间更多地讲 西藏度王经实际上很多人把它认为是一种死亡方面的论述 按照荣格的观点他不觉得他仅仅是一个死亡方面的 觉得他人类本有的很多的神秘的道理 就是依靠他可以解开的 因此觉得西藏度王经 它有许许多多我们人类需要解开奥昧的知识隐藏在这里 因此对西方来讲对他的研究 对他的一种分析应该说很多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对《度王经》部分的一些六中英的窍诀 曾经几年前已经翻译过 但是那个是属于一些密法的 不能随意公开的 《西藏度王经》这部分 实际上将来有想法翻译但实际上没有翻译也是 我也看过从英文翻出来的汉文很多意义上 应该可以表达原来的他所有的一些道理 所以我想如果他翻译得比较不错的话 没有必要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如果很多的版本的话 下面的很多人也不知道到底是学哪一个版本 因此为了不冲突 暂时是我不翻译 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说 好 谢谢 谢谢所在经餐部 那么时间关系 我们的互动环节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再次用最热的掌声 感谢所在经餐部 谢谢 我叫你们讲 《西藏度王你中的世界》 在和大众融合的过程中 这种稀释的现象 以及如何把握其中的一度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各位宗教学代表 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第五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我们今天下午继续主题演讲的环节 很多朋友看过这么一段话 提到死 虽然好多人非常的忌讳 觉得很不吉利 但实际上这是人人都要面对的 就算你再有钱再有财再有貌 到了最后也仍然是死路一条 你对他有过准备吗 死时能带走什么呢 这是我们不能不想的 下面我们即将隆重请出的是 这段话的开示者 世界青年佛学研究会会长 索达吉坎布 他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 怎样看待死亡 掌声欢迎 现在我们来欢迎Kimbo Sodarji 从Larongar Five Science Buddhist Academy 主题是如何面对死 Kimbo Sodarji 在多过30年 已经很厉害地指引人 批准备 在学习和维持 进行诠释 之后 他还能够使用 他的假日的语言 between Tibetan and Chinese and engage in charitable activities 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今天在这次会议当中 所有演说者 演讲者当中可能最没有准备的是我 因为确实这几天事情比较多 不但没有在文字上做任何准备 也没有做心灵 也没有做准备 其实在有些国家而言 这样的会场当中没有做准备是不太好 他们觉得对大会不尊重 对作为会不尊重但我个人而言没有这颗心 不过这也是个事实 无法隐瞒 可能今天我也没有讲出什么 也不会讲出什么给大家有用的事 但是我想很多人可能也 我的一些思想的文字 或者我的有些讲话也听过 听到之后也是仅此而已 因此我觉得这里利用这个时间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相关的 对大会有关的也有一些事情 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应该到了晚上就已经圆满结束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特别地感谢 我们在座所有人的一些严肃 对大家赐予智慧的吸体 我跟诸委会也是要求时间尽量缩短 因为我只讲四十分钟 其他的很多主要嘉宾有一个半小时 因此我特意想乘这个机会 世界上很多非常有思想 有见解的一些高僧大德 有一些教授 老师 科学家 他们非常有意义 而且这样的机会 恐怕是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大学里面 其他的一些寺院里面不一定能得得到 虽然这是一个短短四五天的时间 但是也许对有些人来讲应该有重新的开始 有彻底地改变名誉的一种契机 这也是我们大会提供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 尤其是这次最高兴的是 我们很长时间以来难以突破的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 还有南传佛教的这么多的大德 这么多的学者 这么多的年轻人 我们在同一个平台上 大家共同地面对面地交流 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的一种机会 我们很多年轻人来讲 应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 深深思考的关键问题 因此这次大会的主要特点 也就是说 我们南传佛教 与其他传承佛教的大德们 有共同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机会 这一点可以说明了 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人 你们以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接受 南传佛教的大德们的开始 我1999年9月9号的时候 来过一次泰南 也就是说泰国 这个时间是很特殊的 我当时想这个 不知道有个什么怨气 因为当时很多人救救救 这个数字是比较执着的 但是我不是特意安排的 的确在1999年9月9号的那一天 我从北京飞到曼谷 然后我上午在北京 下午在曼谷的街上就步行 那个时候我只是熟悉 认识一个南传佛教的 也学大乘佛教的一个出家人 他曾经来过我们的佛学院 他邀请我到这里来寺院餐馆 然后我当时依此而来的 后来我又来过青霾 在青霾的时候也是住在一个信徒家里 那位出家人认识一个信徒 我们住在一个信徒家里 我不知道他们家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对我的影响非常深 觉得那个时候我很羡慕 我想我们的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还有南传佛教 应该在同一个平台上 大家共同聊话题 共同谈修行 共同做弘法地生的事 这样的话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道理 就值得我们会开启的 我们以前觉得通过一些电视 或者通过一些画面 能发现 能看到过非常庄严的 南传佛教的很多出家人的形象 但是的确是没有像这次那样去清净过 这些寺院的长老 大德 还有一些修行人 我以前来泰国的时候 当时我写过一个报报的叫《泰国游记》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只待了七天的时间 然后我七天当中所见所望写下来了 变成一本小册子 我昨天都是想有必要的应该提供给大家 但可能网上有 你们可以那个时候的我的心情 十年前的我对泰国的看法 那今天我的泰国的看法是完全不同 我昨天天一直在想 这里的很多寺院里面的这些长老 修行人 应该让我们很多很多 非常值得敬佩 恭敬和供养的地方 因此我们从现在开始 我也希望我们这里很多的 学习藏传佛教的 学习汉传佛教的 你们应该经常清净这些大德 清净这些佛教徒 在他们的思想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原始的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 直接从巴黎文传来的非常清净 具有加持力的一些教言或者是加持 我去年有一次去云南的西双巴拉 然后去一个寺院里面 南传佛教的有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和尚 给大家加持 我和尚在他面前得加持 确实回去以后身心都得到很多很多的清净 不管是什么样的 也许你有信心的话 的确是小和尚也好 大和尚也好 都会得到加持和利益 所以我今天要想说的 我们很多人应该要广泛地学习 我本人而言应该看过很多很多的 南传佛教的现在的大德们 他们的一些包括他们自己的四年处 以及四地的看法 三宝的论述 还有他们讲的一些戒律 禅修等等 我具体没有通缉 但我应该学得比较多的 我们昨天我们这里的藏老大德 也就是说顺通平林大德 他都是已经学了 在印度那边学了 这几天他一直陪着我们 大家都知道 他学了六十多本藏传佛教的 包括格勒 尼玛 萨迦 绝囊以及所有藏传佛教的 这些大德们的教言 演讲 理论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自己没有学习 你也许可能不知道 自己一学习之后 他的殊胜心 那么他的这种加持 理论 实修的方法都非常明白 因此我们很有可能下一届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出现其他什么意外 那么第六届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 也是准备再太过进行 那么这样以后 我们很希望南传佛教的 很多大德和还有其他的藏传 汉传的大德们 有不仅仅是一个心事上的一种沟通或者交流 而真诚的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悲心 我们真正的佛陀的这种教义上 有互相 有交流 交融 甚至融会关通的这么一个境界 这样以后应该说 我们从自生的修行 也必定会是有提升的 那么依靠我们这样的邻居力 依靠我们的共同的发愿力的话 对世界和平 对和谐社会 乃至对整个人类和全球的利益众生方面 会起到非常极大的作用 给我拿一点水 好不好 这里应该放一个讲台上放一点水 不能太严肃了 好不好 即使 虽然这是学术研讨会 但是应该有时候放松一点 哦 我的时间 还有吧 我想说的这个 然后我要说的今天如何面对死亡 如何面对死亡呢 我想在座的各位 昨天的话题当中用各种不同的教派的理论来 已经宣说得比较多 而我 着重地想简单地表达一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的 佛教里面讲 必定死亡 死期不定 死缘众多 有这么一句话 也就是说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不管是年轻人 老年人 中年人 什么样的人都总有一天会死的 但这个死亡也许可能很快的时间当中 会遇到 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也许可能你会长命百岁 很多人对死亡的确也是 并没有众多地去思考 甚至有些人也特别忌讳 连根本不愿意提起 去年我去德国 德国很多人说 死亡这件事情家人不能提 不知道所有人的传动 但我所接触的好几个人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去汉地的有些地方也是如此 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真的要经过这一条路的话 我们不提可能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好 掩盖一种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死亡 实际上他觉得是一种毁非烟灭 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任何东西了 可能我们大陆或者实际上很多的一些国家和民族 他们也认为只重视今天的而不重视 人死了之后的对自己的生命 对自己的来世不关心 还有一部分认为人的死亡 就是一种特殊的尤其是现在科学的一些理念 西方哲学家和西方科学家 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妄念分别念 然后宣说一些其他的道理 在这个时候世界上的很多年轻人 也许可能他们都会信仰这个 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做《超越潜能》 《超越潜能》当中一个人死了 他的意识再提到网络世界 然后网络世界再不断地把它复制扩大 最后他会掌握很大的世界 让世界上的很多生命作为他的俘虏 可是很多年轻人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可能会这样的 我遇到过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认为确实可能人死了以后 现在科技极其发达 很有可能通过电脑 让我们的人脑或者生命复制过去 甚至靠北过去 这样之后很有意义 它可以控制人类 因为这个电影最后他的家属实在没办法 觉得是对人类社会有害 然后通过病毒来也杀掉 这是好莱坞的一个导演 就是他为了吸引更多人的心态 用一种科幻或者是用一种幻想的办法 来让我们许许多多的心事 转移到他所要到的东西 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受过很多的失望教育 生命教育 这样的人当你看到这篇电影之后 很有可能觉得人死了之后会这样的 这些道理应该说 我们许许多多的人会引起思考的 其实这样的道理我们如果 尤其是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对生命是非常茫然 每天都是忙着挣钱 每天都是忙着读书 人的几十年一会就过去了 你小的时候忙着读书 忙着学习 忙着考试 中年的时候可能忙着家庭挣钱 为孩子等等做事 然后到了老年的时候 很多的整个体力 心态都已经有所极大的变化 那个时候重新要思考人生 思考生命的价值和延续 很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是忙忙碌碌的 或者恒恒恶当中就过去了 在这种现象如今我们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发生 不断将来你们的生命当中也会这样度过的 也许这次参加世经会 你们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可能会想到 哇 生死大事确实要值得思考 可是这个讲座 这个回忆完了以后 要开始随着世间各种各样的文化 冲击 冲浪 让你的整个身心不由自主地卷在波浪当中 最后自己也是无所事事 所以有时候我感觉轮回的确也是可怕的 业力更为更为可怕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要真正找到生命的永恒 生命的价值 它的本质 在这方面 我不用提许许多多的一些专业上的理论 总而言之 你们可以想到 生命的这种意义方面的教义 唯一的我们的宗教上可以找到 而其他任何的科学也好 心理学也好 在这方面确实是理论比较平凡的 体验更不用说的 很多年轻人也许对科技极其的仰慕 但是对我们自身的内心生命的分析 和他的真正的理论就极其欠缺 我们也知道现在人类历史到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纪 回顾我们人类历史的时候 其实住行时代也可以通常为公元前的两百年到 公元前的六百年之间叫做住行时代 非常特殊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当中 人类留下了非常非常宝贵的具有意义的 生命方面的一些宁终光怀的宝典 那么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宝典呢 对于西方哲学来说 像亚利斯多德或者苏格拉底 波拉图 他们很多的理论实际上是跟我们的生命 有着非常关系的文化 然后从中国来讲老子和孔子他们刚好是在那个时代 而印度来讲本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他们留下来的文化人类到今天两千五六百年 也就是说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一直是没有随满 一直是存在的 其他的我们世界上比更早期的一些文化 包括埃及文化 包括巴罗比文化 像这样的这些很多的文化 虽然他们当时是规模宏大 理论体系极其严密 可是到今天的时候很多都已经不在人间 甚至非常衰落的这种时候 所以我们都知道人类实际上有胜有色 有胜有色需要有一些宗教和一些神秘的教言来进行研究 有了这样的研究之后 他也会随着世代的发展 但是他不会一次而效望 尤其是我们佛教当中跟其他宗教 其他文化完全不相同的 虚虚多多的特点 但这些特点并不是我们自己说我们有特点 你们很多年轻人应该放下所有的抱负 放下所有的担着 你以一种直观的 公正的态度 站在一个公正的场合当中去进行分析 当你分析的时候 你非常容易地会发现到佛教的生命观 的确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至关重要 尤其是我们对生死的问题方面 如今西藏生死署非常出名 但是西藏生死署里面很多的理论 就是莲花生大师的理论 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理论 西藏生死署之前有《西藏读王经》 《西藏读王经》当时应该是1927年的时候 翻成第一部的英文 他当时受到了西方社会的非常欢迎 欢迎的第一个原因 他的意义 在我们生活当中 从未有过的一种发现 第二个原因 当时弗洛伊德的大弟子 荣格 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圣经学家 那么他在这本书的前面有一个前言 前言当中他说这一部西藏生死书 实际上它是大乘佛教具有慈悲内涵的 最有意义的一部宝典 而我得到这本书以后 一直是随身带着的 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并且这本书当中 我的很多发现 我的很多灵感 我的很多的这种共享 我的很多创意全部都是聚集于他 从我们佛教的理念来讲 应该说西藏独王经 也就是说西藏独王经的一种加持 一种力量 当时荣格随时是带着这本 其实荣格的有些精神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公正 我并不是认为他因为赞扬了藏传佛教 就像今天早上的堪布所讲的一样的 我们并不是谁赞叹了我们的藏传佛教 谁赞叹了我们的佛教 我们就非常洋洋自得 不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是理论靠不住 他有多少人赞叹也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的真理上说不通的话 那有多少人敬仰他也没有用的 所以我非常愿意站在一个非常公正的平台上 就进行评价 那么荣格对《西藏读王经》这样的一种评价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赞叹 我看过许多荣格的书 他当时的理财也好 马克思也好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精神思想有冲突 甚至弗洛伊德的话到最后 他们也是司徒都已经分开了 当然我对荣格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1961年死的 他是1961年6月6号死的 我是1962年4号来到这个人间 所以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 但我觉得因为他的这种赞叹 实际上是特别符合我们真正的意义 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有必要值得研究圣事问题 圣语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很关键 那么我们怎样研究 或者说是怎样去面对 按照梁华生大师的这种教言 对人的死亡 他提前需要有所准备 那么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四个阶段分别认为是四种种因 第一个叫做注视种因 第二个叫做临时种因 第三叫做发心种因 第四叫转世种因 人从降生到最后死亡的整个过程 也就是说转世到后世之间的整个过程 它分为四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叫做注视种因 从降生来到这个时间 一直到出现临时的想之前的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要求我们要有什么样的 言之如我般的教言 虽然这里面密法的有些教言不能随意公开的 但是我今天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要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也大概要知道怎么样准备 否则有些人可能以后第一次我们会见面的 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擦肩而过的机会 所以我想以理论形式的方式 尽量隐藏六种因的一些窍诀 但公开给你们可以讲的有些道理讲到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言之如我般的教言 就像我们世间当中飞的这个言之就飞起了 他经常观察自己的这个潮 他如果发现有人的一些危害的时候 他就不会做 如果没有任何人的危害的地方 地方方言也好 或者说是悬崖上面 他做他的窍 做他的窍 之后 他后来随时都可以入自己的窍 有把握 没有其他人的危害 那同样的 我们人应该从小到死之前 自己一定要 刚才很多善知识也讲了 一知善知识 好好地依靠一些上师的教言 听闻 然后去思考 去修行 很好地去闻思修行 很好地闻思修行 什么时候死的话 自己随时都是有所准备 不会畏惧 不会恐惧 不会害怕 不会伤心 不会怀疑 就这样的一种境界提前做好准备 也许你年轻的时候死 但你死的时候 你应该胸有成就 我昨天听到很多我们的有些学生 年龄很小 二十几岁 甚至有些十几岁 但是他们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自信流露 确实是他们对生命无常和死亡 有着很深的感受 也许我们有些老和尚 都不一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 我们有些人已经成了老油条 知道吧 无常什么时候都听过 真的在死的时候有没有把握 我自己也经常在思考 虽然我给别人讲了很多很多的 死亡无常的课 但是我死的时候 如果我连这个都没有把握的话 我太惭愧了 自己无数次地对自己对自己这样的提醒 不管怎么样 人还没有老之前 人还没有死之前 一定要对死亡相关的数 相关的教言 相关的道理要思考 这叫做第一个 叫什么 注视中阴的教言 第二个 出现思想的时候 叫做临视中阴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发生车祸 地震 或者说是空难 这样的话可能来不及观察思想 但有些人也有 我这次可能出去有点不顺 是不是会死掉的等等 但有些可能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我们平常来讲 有些人真的要接近死的时候 看到前面的景象全是模模糊糊的 听到的声音都是隐隐悠悠的 听不清楚的 所有其他路根所接受的六经 全是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 这也是一种思想 还有一种思想的话 我们四大次第地去引入这个世间当中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当中的地 水 火 风 慢慢慢慢慢慢会引入的时候 出现许多好像是你口感色燥 或者说你的整个身体出现堕落等等 会出现这个时候出现思想 那么那个时候你如果能想起自己 以前的佛法当中的一些教言 你应该想起 你如果实在是不能想起来 你旁边的这些人给你进行指点 教授 甚至有些通过念佛 通过给你念经等等 等等 这种方式很有必要的 这叫做什么样的教言呢 就是说临死终因美女照镜般的教言 也就是说美女照着镜子的时候非常清楚 她自己也很奇幻 一看到就看得清楚 有些修行人因为她在活着的时候 已经有很好的修行到那个时候 你又可以用你的方法都是非常清楚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叫做发心终因 发心终因实际上是如子如母怀般的教言 就像孩子贵入母亲的怀抱 也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母子中间分开了 后来母亲出现在一个人群当中的时候 孩子毫不疑问地奔到她的怀抱当中去 她会认识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生前有一个很好的 对自性的认识 对自我觉悟方面的一些认识 当你的气断了之后会出现许许多多的 比如说有整个四大纷乱的原因 出现极大的一些身体上的变化 或者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等等 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一些景象 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你生前的这些教言的时候 你直接从法界本性当中获得解脱 当然这个是非常利根者才可以的 一般来讲可能根本没有发现 这个法性中获很多人来讲是不一定马上能发现得到的 第四个 第四个叫做钻石中获 钻石中获什么样呢 其实钻石中获就像是借水渠般的教言 就像一条河如果我们把水龙头借在哪里 需要关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沿着这样下去都可以的 那么你在中获的这一期间 我们传统来讲是中获七七四十九天 我昨天问南传佛教的一些大德 你们这边有没有念四十九天的经 他们说有啊 我们这里也有四十几天的 也有七天的 也有一百天的 也有五十天的 其实很多的说法大同效益的 那么人在中获四十九天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的选择 那个时候你会选择人道 选择有信仰的 就像泰国和很多地方一样的 这样的家庭和人群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选择 你那个时候中获的心态很容易改变的 那么过后你已经真正获得了下一次的人生 那么之后你再进行修持的话一定会获得解脱 这样之后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特别希望 通过这四种踪影的人士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并不是你死的时候 吉祥安相就死了可以 最关键的 你来世成为一个有信仰的 不造业的 相信因果的 皈依三宝的 这样一个人 你的前途一定会是美好的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短短的时间当中 也是提供的藏传佛教最精髓的 最甚深的道理 就是依靠四种踪影 还有蒙踪影和禅定踪影等六种踪影的方法 但这些以相关的其他教言书里面也会了知的 这是我这里说的主要演讲的部分 然后在这里提醒两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下一次的时候 用心经的论文给大家作为论文的比赛 所以我昨前天看到有些是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都能参加能参加的原因 主要是你的论文非常不错 就这样的原因而来的否则我们这里评选比较严格 不可能拥有很多词的 因此希望论文的比赛今年我们研究心经 在汉传佛教当中 南传佛教当中 都有心经的修行方法藏传佛教当中 因此我们希望对心经有所研究的下一次我们也可以欢迎 到第六节的事情希望大家要关注这是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我们希望从此之后 南传佛教和藏传汉传佛教要共同放生很重要 以前在汉地并不是很提倡 我也算是一个在汉地发起 比较大规模的放生的发动人之一吧 那么我也希望我们昨天南传的年经 藏传的经文还有汉传的经文 我们在双龙市放生前一段时间我也听说 泰国的前总统尹拿他过四十八岁的生日 也就是说上一次的六月二十一号 在曼谷的一个寺院里面也举行放生 放了三千多只 当时我新闻上看到的 所以泰国也有这么很好的一种风俗 我也希望南传佛教跟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以后应该要尊重生命 这是释迦牟尼佛最基本的一种慈悲的思想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通过一种传统文化来切入利益社会 我们世青会的种子是什么呢 提升自己的价值观 更重要的我们对周围的对世界要利益 对世界利益的时候 昨天有个同学讲得很好 宗教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 基督教不一定所有的人相信 佛教不一定所有的人相信 但是传统文化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 所以我们以传统文化切入点 我们这叫做学认识 认识是任何一个宗教和没有宗教的都可以承认的 因此我们通过学认识的方式来想利益更多的众生 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些想法 那么下一次的事情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 刚才我们在插写的时候有一个因果的人 他说这次收获很大 出乎意料 很有希望在哪里举办 还有德国人 他也是我们没有亲自说 但是他们觉得在这样的生活 德国举办更有意义的 然后西班牙刚才有个人认为 他觉得西班牙如果举办的话 他们也是会付出很多的努力 应该有这方面的把握 我也希望我们实际上所有的人 都是今天有些人讲的一样的 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确实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有差别 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不管是站在任何一个学校的讲台上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站在这里实际上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学过一些具有价值的藏传文化的意义 这个意义我们很多人 就像我是一个医生的话 我学的医学比较不错的时候 我们都会互相愿意交流 这是一个公认的一种事实 所以我很希望通过这种缘起 通过这样的方法 愿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尤其是我们的事情会 每年都有一个藏传佛教的传统 这么一个话题 这个是只要事情会存在的时候 我们是不愿意改变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发起人 我觉得藏传佛教 如今对很多人的心灵是有帮助的 同时我们也借鉴其他的宗教和其他的佛教 还有很多现今的思想来共同 我们要拥抱这个世界 其实这个爱非常美丽的话 世界各地都可以开发的 关键是我们人们 富裕者的心情和他的亲情拉动有一定的关系 非常感谢大家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问现在的佛教在西藏这个地方发展得怎么样 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应该在寺院也比较多 每一个寺院里面都有讲经说法 这是跟其他地方可能比较不同的 但是实际上因为西方文化的一些冲击 跟以前相比较起来 有很多的佛教的一些传承 佛教的一些威仪也受到一定的损失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经常 包括在寺院里面的出家人 就是经常 就是也有一些可能不乐观的这个现象 就是人数 在像我们学院人数比较多 但是很多地方的寺院呢 人数 出家的这个僧人呢 就是人数越来越少 然后在家的很多人呢 就拼命地向前 不向佛法 就是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我们西藏 请问一下文化 是 做法素兰的法文化 在黎 Method 或是越法文化 你会不会被创为 我会创意识网上的法文化 即使的法文化 就是语文化了 是通知中国人口的神 的神像 而是越法文化 在西藏我们西藏的出家生众是怎么跟当地人传佛法的 是以释迦牟尼佛的经典来传播 还是用新的一些方法在传播这个佛法 其实蓝川佛教主要是佛陀的 比如说四年出境 法剧境等等 这方面比较重视传播 蓝川佛教也是像阿弥陀经 金刚经 般若信经 这方面也喜欢传播 而藏川佛教呢 它也要传包括新经 包括四年出境的内容 还有呢 像华严经等等 也有很多经方面的内容 同时呢 当时佛陀所传下来的 印度的一些大德 就是龙猛论师 还有吉田论师 他们的论传下来的这些道理也会传播 还有呢 藏地本身的一些大德 就是寺院的祖师 传承上师 他们像宗喀坝 龙青坝 他们的非常珍贵的这些教言呢 也在寺院里面和在民众当中呢 就是去广泛的传播 在跟在家人传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十三经 就是十中山野的这个十三经 十三经为主 在对寺院和出家人传说的时候呢 以三藏的经典为主 就三藏都比较讲 Good morning. In your speech you have mentio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 science and Buddhism so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expand on that topic a little bit and tell us something more on that that in your speech you have mentio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the modern science so if you could expand a little bit on that topic please 康布您好 刚刚您提到了佛教和现代科学的关系 请您就这个能够再讲一点吗 佛教与现在科学的关系呢 应该说曾经科学家阿因斯坦说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一个宗教真正能科学摒弃意见 也就是说现在的科学真正能跟得上一个宗教的话 那就是佛教 所以包括一些心理学也好 圣经学也好 还有我们的量子力学等等 科学的任何利益呢 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 我都觉得这个科学的的的确确也是能 佛教就是能跟得上科学 而且佛教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的探索的意义呢 科学实际上是还在探索当中 这一点呢 我以前讲过一本叫做《佛教科学论》 可能有时间的话呢 也有这个英文本 也有汉语本的 就是希望你参考 就是今天可能事件关系 不能就是意义的参数 要想要讲话 关系的事情 关系的事情 关系的事件 关系 尤其是需要的 需要我来问 你什么呢 我们做的事情 关系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西藏的出家人是怎样教授在家中残修 然后在家中是怎样在家里面残修的 这样的我们在西藏一般来讲 以前阿毕达摩的作者《世情论史》 他讲过佛法分教法和正法 教法是文词 正法是修行 所以这句话是我们西藏非常重视 这是阿毕达摩 《居世论》 《居世论》的后面有这句话 《居世论》不知道能翻吧 说明这个寺院并不是很完美的 那么修行的方式 年轻的时候要求观文博学 就进入三藏 还有诸世达德的一些论典 就继续学习 然后到一定的时候 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没有任何怀疑的时候 要求在修行园里面 就是闭关三年 闭关一年 也有闭关 终生闭关的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在山洞里 在一些其他的猫棚里面 就是寂静的地方也有很多修行人 然后西藏的一些出家人要求在家人呢 在家人不能像寺院里面闭关一样 但是我们要求在家里 比如说冬天三个月 事情比较少的时候呢 让他们修行禅修 还有呢 让他们说八观在戒 让他们呢 修持居士无戒 同时自己要求禅禅 这就是我们出家人对西藏的 这种在家人的禅修和修养的方法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 也考虑到我们这边的南全佛教的出家人 他们要过午不时 所以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下面再次请出我们 莫赫朱拉隆宫大学的孙通卡拉皮里长老上台 给我们的索达吉堂部赠送礼物 以表示对华宗派的对话有一个友好的缘起 咱修 请不吝点赞 谢谢 的Dialogue. Thank you. 好,愿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他们。 现在我们给他们一个大声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